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們現在看到討論度非常高的 就是大陸社群網站傳出這一張 就是中共的無人機拍攝台灣金門外島的鋼哨站 哨病可以看到他的裝備啊 還有表情非常清楚 我們把他打馬賽克 不然他可能會被肉搜了 那這看起來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大陸無人機在近防區 很距離的凌空來拍攝 台灣的陸軍司令部呢 23號證實這張照片是真的 也表示說呢 這一架大陸的無人機 當天是在高空當中 用長距變焦的方式 來拍攝金門的大膽防區 經過呢台灣市井驅離之後就飛離了 台灣股防部又說 大陸是用長距變焦鏡頭 還有遠遠的拍攝金門的大膽防區 似乎又要說怎麼樣 中國大陸的無人機距離很遠啦 對台灣沒有威脅啦 是想要淡化處理嗎 而且呢這兩位國軍 因為被拍到看到無人機的時候 他表情是有點狐疑的 另外就引起了兩岸的網友炸鍋討論 譬如說中國大陸網友就認為說 這一次不是所謂的望遠鏡的遠調鏡頭吧 距離很近啦 不然哨兵不會如此的表情 這應該就是看到了無人機 立臨的表情 台軍的一切動向都在我們中國大陸掌握之中 也說無人機想飛哪就打哪 想飛哪就飛哪 有什麼好驚訝的呢 另外他也說我看到了軍人臉上對統一的期盼 甚至也有人說這是對於人民解放軍登島的期盼 另外呢根據微博流出的後續的影片喔 來看到這是一開始他們很呼籲的表情嘛 後續的影片台灣的軍人其實也有呢 一起反映 譬如說他丟石塊 一起來看看這段畫面 好了這一段呢就是呢 兩位的台灣軍人丟直兩顆石頭 試圖要驅離無人機的畫面 不過呢這段影片還沒有得到 中國大陸官方的證實還有台灣的證實 其實呢這兩位的官兵 因為表情很木娜嘛 在台灣就炸鍋了 譬如說臉書的廢社 報廢公社引發的討論 說怎麼沒有轟下來呢 怎麼還傻傻的在那邊看啊 你各位啊倒大沒了 這兩個傻逼嗎 人家無人機如果攜帶殺傷力的武器 只會在那裡傻看等死嗎 趕快拿辣椒水噴他啊 無人機啊到軍區竟然沒打下來 還說笑死人了 防止呢台灣國人空拍 不防敵人空拍啊 完蛋了通通都被看光光了嘛 其實啊針對所有網傳的哨所 遭到空拍機來拍攝呢 台灣的陸軍金門防空指揮部呢 23號也有特別 他們做出了相關的說法 他提到說呢 說啊這個是列宇守備大隊 大膽守備隊呢 8月16號的時候 大概是18點多發現的這一架 所謂的中國大陸的民用無人機 經過呢 衛少依據標準作業程序 通報還有警示之後呢 這架無人機就迅速的飛離 難道看到你的這個石頭 所以怕到了嗎 所以飛離了嗎 好 金房部特別指出來說 運用聯合情間的相關的手段呢 有效的掌控周邊的情勢 重要的設施跟陣地 都已經進行了掩蓋啦 這些相關的措施 遇到突發的狀況的時候呢 都會依照規定來試切的處置 好啦除了呢這一張照片呢 還有另外一段影片就是呢 看到他們丟石頭 那另外來看到呢引發大家的討論 還有包括了中國大陸的部分呢 其實解放軍的東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呢 他日前也有特別提到 說啊戰區的部隊會呢 常態組織台海方向的警備 還有呢戰備警徐 堅決捍衛是國家主權跟領土的完整 而說到了中國大陸亮劍的 也一起來看看 在2022的空軍航空開放活動季 長春航空展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國大陸空軍的新聞發言人 升進科他重磅的宣布了 就是有包括運輸20 以及呢殲20還有殲16 這樣子三機同框的照片 他就提到了空軍的殲20 還有運20以及運輸20 這些所謂的20系列的戰機 都會在開放的活動當中集體亮相 展現中國大陸空軍的奮鬥強軍 奮飛10年的建設發展的成就 讓呢強軍夢飛入到尋常百姓家 其中呢中國大陸新一代的 空中加油裝備 也就是運輸20呢 會首次向全世界來展示 這一次的航空展會在什麼時候登場呢 在8月26號到30號 在吉林的長春舉辦 您有很期待嗎 一起來聊聊 今年空軍的殲20運20運輸20等 20系列戰機啊將集中進行展示 讓強軍夢飛入尋常百姓的家中 這也是我國新一代自主加油機 裝備的運輸20首次向社會公眾進行一個展示 可以說是非常讓人期待了 其實啊說到中國大陸空軍的戰力被增氣 也就是運輸20閃亮登場 就要說到呢在之前8月9號 東部戰區在台灣周邊海空運呢 進行了預定的演訓任務 出動了預警機啦 戰鬥機加油機等等多項的演練 制空啊對海的支援等等 還有空中加油的科目 其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呢 運輸20跟殲-16戰鬥機的配合了 來看到呢運輸20抵達預定空域的時候呢 兩架的殲-16 其實呢就根據的燃料也消耗掉了嘛 抵達到了郊遊的匯合點 接受了補給之後 兩架的戰鬥機 很快的就回到了行動的區域 繼續來進行執行所謂聯合封控的任務 而根據呢美國的軍事觀察雜誌 它有報導 解放軍空軍的新型運輸20的空中加油機呢 它其實已經開始進行戰備的訓練 這就標誌著呢 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努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有可能呢會把中國大陸戰機涵蓋的範圍 延伸到哪裡 延伸到了東海以及南海 以今天來看到中國大陸現在空軍呢 在八月底的時候 售出了所謂運輸20 另外呢印度的媒體之前也更要發表文章說 這個新型的空中加油機運輸20的出現呢 其實就意味著中國大陸空軍的遠程突擊能力 得到很大很大的增強 大陸的戰機作戰半徑會增加 就會給印度空軍帶來很大麻煩 因為呢大陸空軍戰機起飛 中國大陸戰機起飛 不會受限於機場位置的影響 可以呢從更遠的地方起飛來參戰了 前線巡邏時間也能延長 因為有空中幫他加油嘛 那在中印邊境地區呢 印度的戰鬥機數量優勢也會完全的喪失 運輸20的加油機的相關性能 就被說已經直接齊平了國際的先進水平 比原本中國大陸比較老舊的 也就是轟油6的載油量呢 提高了三倍還不止 它的加入會使得中國大陸空軍的作戰半徑 直達哪裡呢 直達到了第二島鏈 也就是像是關島 比如說來看到原本的這個轟油6 它的最大的起飛的重量呢 來到的是多少 來到的是75.8噸 可載的燃油量呢 只有37噸 可供油量只有18.5噸 同時能夠為兩架飛機加油 以標配所謂的殲8B為例 由於體積比較小一點點 它內油量只有4.1噸 所以當初的一架轟6 可以為4架的殲8D來供油 但是飛機越來越大了嘛 譬如說現在到了殲11 殲16它內油基本上都可以達到10噸 這個所謂機型的時代 烘油6就被說好像是一個雞肋一樣 也就是加滿一架你自己可能都回不了機場了 好那當然運油20就很重要 因為它還換裝的是窩扇20 這代表什麼呢 中國大陸國產的大型飛機上 一直存在著心臟病的問題 現在逐漸的克服 有了先進的國產大寒道比的發動機 這就代表著 大陸航發嚴苛的能力取得很大很大的進展 以及更上一層樓了 這代表使用大陸國產新航發的一系列 國產戰鬥機的性能就會大大的提升 所以運油20最大的起飛重量 會說來到了220噸 你看跟烘6差的多少 75.8噸 它是220噸 最大的燃油攜帶量來到70到90噸 整整就是烘油6的3到4倍 而且它的航程可以超過7500公里 當然就可以保障戰鬥機的範圍更大 可以保障7000多公里 譬如說來看舉例 如果它跟殲16來合作的話 殲16作戰半徑本來是多少 本來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 如果進行一次的空中加油的作戰半徑 至少都可以擴大到2500公里 那就很遠了 至於殲20的作戰半徑大概是2000公里 如果進行空中加油的話 甚至可以達到3000公里 因此第二島鏈這個地方 關島就是它的作戰範圍了 所以因此呢 這個是所謂的 它的 偶有20加增了他們這些戰機的作戰半徑 拿著石頭狂丟 我國軍看到無人機荒唐行徑全被清楚拍下 解放軍無人機拍下金門感受狀況 無論是我國軍裝備或是表情都拍得一清二楚 就像從防區近距離拍攝 我國陸軍首次證實照片是真的 不過指出這架無人機是在高空以長鏡頭拍攝 守備隊發現無人機後也馬上緊實驅離 解放軍拿著望遠鏡跳望花蓮沿岸 這一張圍台軍演照片一度引發兩岸網友熱議 但事實查核中心判定這是一張P圖不實照片 除此之外解放軍東部戰區公布這段從空中俯瞰澎湖的畫面 也被國防部指稱是使用長鏡頭營造壓縮感 只是解放軍認知作戰手法而已 但其實解放軍除了文宣確實派出殲-20等戰機演訓 而各類軍機話題正持續延燒 發布會上還公布了飛行表演陣容 殲-20、運-20、殲-16等新型戰機將進行空中飛行展示 殲-20、運-20、殲-16、三家戰機同飛率度十足 這次大陸軍方首度發布三機同框罩 活動中也將亮相包括殲-20、運-20和運油-20等20系列戰機 其中運油-20在圍台軍演時也現身台海 運油-20能夠使用兩種模式空中加油 讓加油效率達到最高 而且戰運的油量高達150噸 在空中1000公尺內可以提供80噸的油 讓大陸戰機能夠圍繞台灣飛行 我國新一代空中加油機運油-20首次向社會公眾展示 運油-20增強解放軍空軍遠程機動能力 平凡展示這架戰機解放軍釋出 在印太區域第一島鏈有能力擴大空中作戰範圍 無疑就是堅持美國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這個運油-20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也要討論它有什麼地方還是要改進的呢 比如說為什麼大陸需要發展硬管加油的技術呢 我們一起來聚焦 第一個先來看到東部戰區開始特別演訓之前 就發布的視頻包括看到了殲-20的身影 這次初級的殲-20其實根本就沒有怎麼樣呢 根本就沒有攜帶龍泊透鏡 意思就是殲-20不想被人家看到 這就說明之前的這次所謂對台灣的軍事演習 最後的實戰是非常接近的 另外從軍演的區域上來看 殲-20它主要作戰的任務之一 就是要應對外部勢力 當然建制美國嘛 務必要在演訓的區域滯留時間相當長 自然就需要這一個運由-20的鼎力相助了 所以可以確定的是呢 殲-20已經在東海方向 其實多次跟F-35啦 包括了F-22在內的美軍呢 可能發生的對峙 那對於中國大陸空警500的加持之下 殲-20理論上其實足以呢 對任何對手具備先發智能的能力 那這就充分說明了 中國大陸隱身戰鬥機之間的較量的結果 往往取決於預警機還有電子戰機 那如果誰能夠先消滅對方這類的目標 誰的勝算就會迅速的提升 這一切也決定了哪一方的隱身戰鬥機 能更快的遠離基地的戰場上完成的補給 完成補給那就需要運有-20囉 那到現在中國大陸譬如說單座型的殲-20 已經完成的戰力了嘛 那還有我們講了很多次的 雙座版的殲-20也即將入列了 此外來看到就是古鷹系列戰鬥機 也就是殲-35也成為大陸航母 未來的首選的戰鬥機囉 所以萬眾矚目的隱身戰略轟炸機 也就是轟-20 未來也會在不久的將來亮相 美國還說2030年中國大陸有18架嘛 那屆時的時候 大陸隱身戰鬥機的數量跟種類呢 都會接近美國 那在這個時候呢 相關的當然就是空中加油的技術的變化 對於隱身戰鬥機來講呢 硬管加油自然會更好 比如說目前各國加油機 其實都是怎麼樣呢 大多都是軟管的加油為主 但是配備很多種隱身戰鬥機的美軍呢 他選擇是硬管跟軟管都有的模式 而目前美國空軍的所有型號的 固定翼的飛機都是硬管加油的 在加油的過程當中 只要求加油機跟 接受加油的授油機 飛到了一定的區域 加油機就可以操控這個輸油管 對接接受加油的戰機 好 自動鎖定之後就可以開始輸油了 這個好處是怎麼樣 它的安全性比較高 每分鐘最多可以輸油6500公升 那硬管的加油是插入飛機加油的 意思就是加油機是主動加油 相反的軟管加油是在戰鬥機上呢 是受油探桿 深入到加油機的受油軟管 是被加油的飛機要主動去加油的 所以看得出來呢 硬管跟軟管呢 硬管的優勢是存在的 當然也是運用220 接下來要努力的地方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